在聚会上 我的未婚妻被选中玩真心话游戏 朋友们好奇地提问 明天你们就要登记结婚了 你心中是否还有遗憾 她的眼眶泛红 泪眼朦胧地望着远处的白月光 周围的眼神心虑地看着我 准备看我出丑 我轻描淡写地回答 既然如此念念不忘 不如新郎让给她 柳如烟只顾看她白月光了 显然没听出我的话里意思 爱了她多年 我每次都尽量满足她的需求 她带着一丝激动问我 你是认真的吗 如果这对你来说没什么问题 我真的想实现这个长久以来的愿望 包厢内的氛围因她的激动 而显得场面尴尬 她朋友干咳一声 半开玩笑地称我为难得楷模 宋陈亦此时插话 语气中带着几分戏谑 这不太好吧 如烟毕竟是兄弟的女人 我怎么能做出这种强人所爱的事呢 我对于这种表面上的客套和虚伪 感到极度不适 宋陈亦突然选择在这个时候回国 并且恰巧是在我和柳如烟即将领证的前夕 我从来都不是傻子 太过巧合 我举起酒杯 一饮而尽 试图用酒精麻痹自己的思绪 你们继续玩吧 我先走了临走前 我瞥了一眼已经有些醉意的柳如烟 然后说道 关于领证的事 我们改天再说吧 言尘 你真的生气了吗 你怎么连这点玩笑都开不起呀 柳如烟似乎误解了我的意图 以为我在生她的气 但如果是以前的我 或许真的会继续哄她 然而今天 我的心情却异常平静 我甚至觉得 不结婚对我来说 或许是一种解脱 特别是这次聚会 让我看清了一些 之前未曾察觉的事情 一个共同的朋友 发给我一个截图 是柳如烟的一条朋友圈 内容大致是 要结婚了 好犹豫啊 她还提醒我小心点 别被虑了还不知道 然而 当我尝试查看柳如烟的朋友圈时 那条状态却消失了 我这才意识到 她将我单独分组了 我所能看到的状态是 要结婚了 我好幸福 现在回想起来 送陈毅的回来 或许正是因为她看到了 那条被我错过的朋友圈 我找了代价 踏上了归途 回到与柳如烟 共同的新居 环顾四周 地板的光泽 家具的摆设 每一处都凝结着我精心挑选 和布置的心血 然而此刻 这些仿佛都失去了 他们原有的意义 我的内心涌起一阵 难以名状的酸楚 这一切 我付出了太多 如今看来 似乎都付诸东流了 夜深了 接近后半夜时分 柳如烟回到了家 而我 躺在床上 却辗转反侧 无法入眠 我隐约感觉到 他走进了卧室 但随即又听到了 他离开的脚步声 我好奇地起身查看 只见他在门口稍坐停留 原来是回来取枕头的 他没有选择与我同床共眠 而是去了次卧休息 这一切 都让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 我们之间的疏离和冷漠 二 自那天起 我和柳如烟之间的关系 陷入了僵局 我们开始了冷战 他的回家时间越来越晚 起初只是晚归一两个小时 而现在 他甚至连续几晚彻夜未归 如果放在以前 我定会焦急地四处寻找他的身影 但这次 我不想再找他了 他似乎总喜欢 在我们冷战时玩失踪的把戏 而过去的我 为了找到他 甚至不惜矿工 也因此被领导严厉批评 那时 我总是会胡思乱想 脑补他和其他男人在一起的画面 心中充满嫉妒和愤怒 但这一次 我选择了置之不理 我甚至觉得 一个人在家独处 反而更为自在 几天后 我在小区一个较为偏僻的门口 意外地看到了一辆麦巴赫 一位美女从车上走下 我多看了几眼 才认出那正是柳如烟 我知道 整个南城 仅有三辆麦巴赫 其中一辆便是宋陈毅的作家 他也看到了我 脸上闪过一丝尴尬 车内的人向我打了声招呼 严陈 我没有心情细看车内的情况 仅凭声音便知道是谁 我在路上意外遇到了陈毅 你别误会柳如烟的声音 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 这是他这些天来 第一次主动与我交谈 若是在过去 冷战期间 他是不可能主动与我交流的 但现在 他的话语中似乎带着一丝 想要解释和缓和的意味 宋陈毅坐在驾驶座上 突然探出头来 调侃道 周延臣 你不是说要买辆宝马 接送如烟上下班吗 车呢 他的话语中充满了戏谑 显然是想在柳如烟面前 让我难堪 柳如烟的脸色微微一变 显得有些尴尬 我清楚 宋陈毅这是有意为之 他以前就喜欢在我和柳如烟之间 制造这种微妙的氛围 他之所以这么问 也是故意的 当年我和柳如烟刚恋爱时 无意看到柳如烟 从宋陈毅的车上下来 心中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醋意 我当场对宋陈毅发了火 并誓言将来一定要买辆宝马 接送柳如烟 现在回想起来 那时的我真是太幼稚了 他们或许只知道 我有一辆日常通勤的电动车 却不知道 我其实早已预定了一辆宝马 原本打算在领证那天 作为礼物送给柳如烟 但现在看来 这份礼物已经失去了 他原本的意义 我就是个普通的打工族 哪能和宋总比肩呢 如果宋总方便的话 以后如烟就拜托您多关照了 我微笑着说道 语气中带着一丝洒脱 话音刚落 柳如烟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言辰 你最近怎么了 柳如烟的声音里 带着一丝不满和疑惑 我明白 他肯定还期待着 我能像过去那样 与宋陈毅展开一场 争风吃醋的较量 他一直喜欢那种被人追逐 被人捧在手心的忧郁感 但如今 我选择了放手 他似乎感到了一丝失落 多年的争斗 我也感到疲惫了 他想要如何 对我来说已经不再重要 我不想再为这些事情纠缠不休 于是转身向家的方向走去 出乎意料的是 柳如烟竟然跟了上来 我以为我给他一个不回头的背影 就会让他用和宋陈毅一起离开的方式来刺激我 但今天 他却一反常态地选择了我 过去 每次遇到这种二选一的情境 他总是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宋陈毅 无论是聚会选座还是其他场合 他总是坐在宋陈毅的身边 我曾为此感到焦虑 却又不敢在众人面前发作 只能在私下里发消息让他坐过来 但他总是有各种借口 不是说我旁边空间太小 就是空调太冷 然而今天 他却出乎我意料地跟在我身后 回到了我们的家 三 你真的不打算继续我们的婚礼了吗 柳如烟似乎压抑了许久的情绪终于爆发 一进门就急切地询问 我还在考虑我如实回答 尽管心中已有决断 但面对双方家长 我仍感到难以启齿 我那天的玩笑话 你怎么就当真了呢 还当着大家的面说不结婚了 现在你反而有理了 柳如烟的声音愈发尖锐 他似乎还不明白冰冻三尺 岂止一日之功 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冷静下来 好好想想我试图让他理解 你不也说过 你对结婚有些犹豫吗 柳如烟听到这里 脸色骤变 显然他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犹豫 我可没说过 他试图辩解 但我已经没有继续争执的心情 我不想将话说得太绝 婚姻毕竟是一生的大事 不能轻率决定 但我也明白 这并非一时冲动 而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如果你觉得宋陈毅更适合你 我尊重你的选择 我平静地说完 转身回到自己的卧室 关上了门 夜深人静 我出来洗漱 发现柳如烟已经不在家中 接下来的三天 他都没有回来 但我已无心追问他的去向 自从和柳如烟交往以来 我的生活便以他为中心 我选择了离家近 工作时间稳定的工作 只为能多陪伴他 然而 我的自卑让我总是想守着他 害怕失去他 但如今 我开始明白 有时候人就是这样 越容易得到的东西 越不懂得珍惜 我打开电脑 迅速登陆招聘网站 希望能在茫茫 职业海洋中 寻觅到更宽广的舞台 心中不禁感慨 倘若我未曾将太多精力 倾注于儿女情长 或许年薪百万 已是指日可待 曾几何时 一个外企的橄榄枝 已近在咫尺 但想到一旦接受 便要与柳如烟 分隔两地 我担忧他可能会转身 投入那个他心心念念的 白月光的怀抱 这份忧虑 如同巨石压在心头 让我难以抉择 原以为我们会携手共度此生 未曾料到 今日竟会走到如此地步 突然 一条爱透我的群消息 跃入眼帘 是一个视频链接 出于好奇 我点击了播放 视频里 一男一女 热情如火地相拥而吻 他们的舌头交织在一起 女子偶尔发出的喘息声 更是令人浮想连篇 由于光线昏暗 我难以一眼辨认出 他们的面庞 于是我迅速截图并放大 当看清那男子的面容时 我的心瞬间沉了下去 那竟是宋陈毅 而那名女子 虽然被对着镜头 但从她的穿着上 我几乎可以断定 她就是柳如烟 她身上的那件裙子 正是我去年520时 为她精心挑选的限量款 整个北城仅有两件 为了这件裙子 我毫不犹豫地花费了两个月的工资 只希望能看到她穿上时 那开心的笑容 如今 她却穿着这条裙子 与另一个男人如此亲密 裙里的气氛 瞬间沸腾起来 柳如烟 你这是在做什么 周哥对你那么好 你怎么能这么对她 面对朋友们高涨的愤怒情绪 我只是淡然一笑 随后将手机倾至一旁 因为 我深知自己有着更为紧迫 和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处理 四 柳如烟在夜幕的掩护下 悄然回到了家 我察觉到主卧的门被悄然推开 她的声音轻若闻音地呼唤了我一声 我故意装作沉睡 对她的呼唤置若闻 她见我没有反应 只得默默地退回次卧 清晨醒来 我发现餐桌上已经摆好了丰盛的早餐 焦黄的吐司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溏心淡水嫩可口 还有牛奶和新鲜的水果 柳如烟坐在餐桌旁 带着一丝讨好的笑容向我打招呼 这三年来 她从未为我做过早餐 今天的举动确实让我有些意外 看来 她对于昨天发生的事情 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过错 我走到餐桌旁坐下 开始默默享用早餐 柳如烟似乎有些忐忑 她试探性地问道 严晨 你昨天 看到了 我点点头 承认了自己的所见 她见我反应平淡 似乎有些失望 撅起嘴说 你怎么不生气 我冷冷一笑 反问她 生气 我应该怎么做 大半夜的不睡觉 去把你从别的男人怀里抢回来 然后发疯吗 柳如烟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她的眼睛瞪得圆圆的 泪水开始在眼眶里打转 不是的 严晨 你误会我了 我瞥了她一眼 淡淡地问 误会 我倒要看看你们亲得那么忘我 这里面还能有什么误会 她似乎被我的话吓到了 急忙解释道 那只是一个游戏 两个人同时吃一个棒棒糖 如果能完全吃完的那一组 就可以拿到一万块钱的奖金 说着 她还从包里掏出了一万块钱现金 作为证据 我平静地看着她 然后问 柳如烟 那是不是意味着 我也可以为了这一万块钱 去和其他女人深吻了 她听到我的话后 脸色变得苍白 低下头去说 严晨 我知道错了 下次不会了 误误 我沉默不语 拿起电脑包 禁止出门向公司走去 临近下班时 柳如烟的微信消息 突然谈了出来 她提议一同去看电影 声称已经买好了 我钟爱的悬疑片票 我犹豫片刻 回复到 我最近在准备面试 需要复习专业知识 可能没法去了 她的回复很快 严晨 这次买的是你喜欢看的悬疑片哦 我看这部电影 是必看榜的Top1 我眉头一皱 想起过去 你不是说 你不喜欢看悬疑片的吗 她迅速回应 我这不是想陪你看吗 一起看电影的人 比电影本身重要啊 回忆起 我们刚在一起时 我误以为她喜欢悬疑片 便多次购票邀请她 但她总是找各种理由拒绝 最后去和闺蜜 去看爱情片 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无意中看到了 她和闺蜜的聊天记录 才得知真相 那个备胎竟然误会我喜欢看悬疑片了 还总约我去看 如烟 那你可以跟周延臣说啊 怎么说 说我因为喜欢宋陈毅 才去看的悬疑片 我自己其实不喜欢 那一刻 我心如死灰 没有继续往下看他们的对话 自那以后 我再也没有提起过 和她一起看电影的事情 但现在 她再次邀请我 还声称已经买好了票 我不仅感到一丝讽刺 坚定地回复 我真有事 去不了 她似乎不死心 继续软磨硬泡 严臣 大家都带对象过去 就我不带的话 多尴尬呀 你来嘛 接着 她发来一个卖萌的表情包 见我不回应 又打来电话 声音中带着哭腔 严臣 是我错了 不要这么对我骂 她的哭声让我心虚不宁 最终我还是答应了她的邀请 行吧 那我去到达电影院时 柳如烟笑盈盈地迎了上来 仿佛我们之间 没有发生过任何不愉快 她挽起我的手 我却因为 昨天看到的画面 而心生排斥 但还是忍了下来 进入电影院后 我终于明白了她的用意 她的朋友们都带了对象 而宋晨艺也在其中 她旁边坐着一个 比柳如烟更加高挑 丰满的女孩子 那个女孩子看到柳如烟时 眼中充满了挑衅 这一刻 我恍然大悟 明白了柳如烟 为何突然对我好起来 六 柳如烟从过去到现在的行为模式 始终如一 每当宋晨艺对她稍加示好 让她误以为有了机会 她就会对我冷淡 然而 一旦宋晨艺有了新恋情 她就会迅速回到我身边 宋哥 这位是新女朋友 我偏向宋晨艺身旁的女孩 好奇地问道 宋晨艺微微一笑 点点头 没错 今年大二 她特意强调了大二这个信息点 哦 年轻真好 宋哥真是福气满满 周围的朋友分分附和 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 宋晨艺 这位富二代 感情生活向来丰富多彩 女朋友换得如同换衣服一般平凡 而柳如燕 始终像个小丑般 在她的生活圈外为徘徊 渴望有朝一日能被她选中 然而 她的希望总是落空 同为男性 我深知宋晨艺不会选择她 她只是在享受她带来的虚荣和优越感 把她当作一个备胎 作为一个富二代 她追求的是面子和刺激 所以她每次选择的 都是那些拥有超模身材的年轻女孩 柳如燕虽然长得不错 但相较于宋晨艺身边的女人 她显得普通了许多 然而 在她眼里 如果这辈子只能和像我这样的男人在一起 她是绝对不会甘心的 但同时 我也能提供给她在这个城市立足的户口 车子和房子 让她在物质上得到满足 因此 她又舍不得让我离开她的生活 我早已看透了她的心思 如果追求宋晨艺无望 我就会成为她人生的托顶 我嘴角勾起一丝冷笑 柳如燕 她还是那个样子 一如既往地让我失望 当初我真是不该对她心软 每次的原谅和宽容 都像是在我心头 划下了一道新的伤痕 这些年里 我无数次在夜深人静时 考虑过是否应该结束这段感情 但每当这种想法涌上心头 我又会想起那些我们共同度过的日子 我对她的付出仿佛已经成为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成为了一种难以割舍的习惯 宋晨艺出国的那段时间 我们的关系似乎有了一丝转机 我以为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但当她再次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一切又都回到了原点 我开始思考 如果我和柳如燕真的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有了我们的孩子 那当宋晨艺再次分手时 她是否还会毫不犹豫地离开我 去找她呢 我深深地看了柳如燕一眼 心中的答案已经无比清晰 宋晨艺在一旁似乎也有些尴尬 她瞥了我一眼 轻壳一声 试图打破这沉默的气氛 周延辰 你这人可真是好脾气 她接着说 兄弟 对不起 昨天我喝的有点多了 玩得确实有些过了 我清楚她这是在提昨天的视频 她丝毫没有顾及到身边女友的感受 只是自顾自地向我道歉 我淡淡地笑了笑回应道 没关系 如燕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 我尊重她 以后 她的路 我不会再过多干涉了柳如燕 显然听出了我话中的深意 她有些紧张地问我 严晨 你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深吸了一口气 平静地看着她 如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和选择 你想要追求更好的生活 我能理解 但是 我能为你做的 就是让你去追求你想要的生活 不再束缚你气 柳如燕站在原地 她的双手轻轻颤抖着 试图抓住我的手 她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慌乱和急切 严晨 我 我带你来这里 真的只是想让大家知道 你才是我的男朋友 昨天的那一切 真的只是一场误会 一场游戏 我淡淡地看着她 语气里不带任何情绪 如果你真的把我当作你的男朋友 昨天那样的场合 你就不应该出现在那里 她似乎想解释 嘴唇微动 我 我真的不知道 宋晨艺也会在那里 我 我轻轻摆了摆手 打断了她的话 或许你再多努力一点 就能坐上她旁边 那个女孩的位置 圆了你心中 那个关于青春的梦 我爱你一场 我会真心地祝福你 但 我摇了摇头 声音更加坚定 我们 不要再有任何焦急了 柳如烟 似乎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她焦急地说 严辰 我们双方的家长 都已经见过面了 我家连家长都准备好了 你怎么能这么轻易地 说分手就分手呢 我微微一笑 语气里带着一丝讽刺 把婚姻当作儿戏的人 难道不是你吗 我们两人对视着 一个情绪激动 一个平静如水 仿佛时光倒流 只是角色互换 柳如烟可能还以为 我只是像以前一样 闹点小脾气 只要她稍微哄哄我 我就会回到她身边 但她错了 这一次 我真的已经下定决心 如烟 我给你过机会地 我深深地看着她 语气坚定地说 我们 分手吧 我不想在这里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拆穿她的虚伪 说完这句话 我转身离开了电影院 这真的是我最后一次 为她心软了 从此以后 我们将各走各的路 再无交集 爸 当我与柳如烟沟通清楚后 我决定帮她找一处新的住处 希望她能搬出去 开始新的生活 然而 每次我给她发送租房链接 她总是以各种理由推托 要么说没时间去看 要么挑剔位置不好 我能不能租你次卧住 一天 她突然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让我有些意外 我考虑了一下 最终决定 我可以帮你支付半年的房租 但之后 你需要自己承担 这是我最后的让步 希望她能明白我的意思 柳如烟沉默了 没有回应 有一天 我下班回到家 惊讶地发现 柳如烟竟然把我的父母 也叫了过来 要知道 她以前是非常不喜欢 他们来家里的 更令我惊讶的是 她还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 等待我归来 我回想起以前的一次 我高烧到四十度 她却坐在客厅 等着我为她做饭 甚至不愿为我点外卖 而我的父母知道后 每隔两周 就会送来他们亲手做的菜肴 生怕我累着 但每次都只是悄悄放在门口就走了 柳如烟曾经觉得 我父母来我家 是侵犯了她的隐私 因此我只好劝说 他们尽量别来我住的地方 而现在 这还是我的新房装修好后 父母第一次踏入家门 严晨 你回来了 等你好久了 柳如烟迎了上来 接过我的电脑包 熟练地放在柜子里 一副贤妻良母的模样 如烟真不错 人长得漂亮又勤快 真是难得的好媳妇儿 妈妈看了我一眼 又看了看柳如烟 微笑着说 爸爸则坐在沙发上品茶 他夸赞柳如烟 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然而 我只是笑笑 没有说话 因为我知道 家里所有的家务 实际上都是我一手包办的 柳如烟从未真正参与过 我静静地坐在了饭桌前 柳如烟似乎想缓和气氛 也紧跟着坐到了我的身边 既然爸妈都在这里 我想我们有必要把话说清楚 我看着柳如烟 语气坚定 没有给她任何回旋的余地 柳如烟显然没想到 我会如此直接 她脸上闪过一丝慌乱 但仍然试图保持镇定 她可能还在幻想着 我能因为顾及父母的感受 而对她网开一面 言诚 我们先吃饭吧 她试图用微笑 来掩饰内心的慌乱 但她的笑容 在我看来却如此虚伪 我却没有心情 再和她拖延下去 柳如烟 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的声音清晰而坚定 不带一丝犹豫 此言一出 柳如烟和我的父母 都愣住了 柳如烟的脸上 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她可能还在幻想着 把父母搬出来 就能让我回心转意 言诚 我们之间确实有些小误会 但我觉得这些 都不足以影响我们的婚姻 柳如烟的声音变得柔和 试图用这种方式 来软化我的态度 然而 我早已看清了她的真面目 你所谓的误会 不过是些上不了台面的行为罢了 我冷冷地看着她 声音里充满了不屑 柳如烟的脸色 瞬间变得惨白 她可能没想到 我会如此直接地揭穿她的谎言 而我的父亲 也听出了我的话外之音 她皱起了眉头 看向柳如烟 如烟 你跟我说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父亲的声音严肃而低沉 柳如烟的眼泪 开始哗哗地流下 她试图用哭泣来博取同情 真的只是误会 只是在一个聚会上 见过一个男同学而已 言诚她就生气了 就不愿意和我结婚了 她的这番话 虽然表面上没有问题 但在我听来却充满了虚伪和逃避 我知道 她只是在避重就轻 试图用这种方式来掩饰她真正的过错 如烟 你先别急 让严晨自己冷静两天吧 我妈健壮 立刻轻声安慰到 试图缓解她紧绷的情绪 我爸则是一脸严肃的插话 如果不是什么关乎原则的事情 真的没必要闹得这么僵 她试图用理智来平息这场纷争 我转头看向他们 眼中带着坚定 爸 你觉得我是那种会小题搭做的人吗 我反问 声音中透露着不容置疑的决然 听到我这么说 我爸妈开始意识到 事情可能并非柳如烟描述的那样简单 他们的脸色逐渐变得凝重 一时间都陷入了沉默 柳如烟显然感受到了氛围的紧张 她泪水如泉涌般涌出 双眼红肿 声音哽咽 言尘 我在爸妈面前向你保证 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见她 我会一心一意和你好好生活 求求你 不要和我分手 好吗 她紧紧抓住我的手 仿佛这是她的救命稻草 然而 我早已下定了决心 我轻轻地抽出手 声音平静而坚定 我已经为你找好了房子 你明天就搬出去把这句话 如同重锤 击打在柳如烟的心头 她脸上的茫然逐渐转为绝望 我知道 我和她之间真的结束了 就 我亲自联系了搬家公司 仔细叮嘱他们 为柳如烟收拾好所有的物品 并确保每一件都完好无损地 送到了她的新家 这套房子位于她单位的正对面 不仅仅需五分钟 对她来说 无疑是个极其便利的住所 而且 她位于一个知名的高档小区 环境优雅 但租金也相当不菲 我深知柳如烟的工资水平 她一个人肯定是无法承担这样的房租的 因此 我毫不犹豫地为她支付了半年的房租 至于半年之后 她是继续租住 还是选择其他去处 那就完全看她自己的决定了 我心里其实有些讽刺地想 如果她真的愿意为了宋陈毅 而放弃我们之间的感情 那么宋陈毅也许真的不会在乎为她支付这点房租 但这一切都已经与我无关了 到了晚上 我听到了门外传来试图开门的声音 我早已更换了门锁的密码 外面的人自然是无法打开的 我从包眼里往外看 只见柳如烟站在门外 神情复杂 言辰 你不是已经把我的东西送到新家了吗 为什么我还打不开门 她的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 是的 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 把你的东西都搬过去了 并且把小区地址也发给了你 我平静地回答 那么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要和我分手的 是因为我和宋陈毅那次接吻吗 她似乎想找到分手的真正原因 我轻轻摇了摇头 那只是一个导火索 真正的原因比这要久远得多 是因为那次真心话大冒险 他们问我有没有什么遗憾 我哭了吗 她试图回忆过去 寻找答案 我叹了口气 声音中带着一丝无奈 不 那也不是真正的原因 柳如烟显然被我的话震惊了 她呆呆地看着猫眼 眼中满是难以置信 其实 我一直都不是你最坚定的选择 当你每一次三心二意 想要看自己在宋陈毅那里 有没有机会的时候 我就开始对你越来越失望 只不过这一次 我是真的攒够了失望 才决定放手地 我坦诚地告诉她 听到我的回答 柳如烟的脸上露出了 失落的神情 过了一会儿 她掩面而泣 声音哽咽 对不起 可是 严辰 我是真的爱你的 不然我也不会这么伤心 我微微一笑 带着一次讽刺 你并不是因为真的失去了我而感到伤心 而是因为你原本想占便宜 却反而吃了亏 这才让你觉得难过柳如烟听后 沉默了片刻 然后低声回应 你要这么想 我也无话可说 接着 她转身准备离开 步伐略显沉重 我本以为她已经走远 当我准备下楼去扔垃圾时 却在电梯间的角落里意外地看到了她 她看起来异常兴奋 突然朝我扑了过来 脸上洋溢着笑容 我知道 你绝对不会就这样放弃我的 我被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 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她一直没有离开 只是躲在角落里等待 她大概以为我会忍不住出来找她 确实 以前的我或许会这么做 但这一次 我决定不会 回想起那次七夕情人节 我们曾约定在锁桥上见面 共同挂上象征爱情的锁 据说 在七夕这天挂上锁的情侣 都会相伴到白头 然而 那一天 她却没有出现 后来我才得知 那天宋陈毅正好出国 她选择了去找宋陈毅 听朋友说 她哭着求宋陈毅留下 但最终还是徒劳无功 我难以理解 她明明和我有着七夕之约 为何又要去挽留别的男人 当时的我愤怒至极 与她大吵了一架 她愤然摔门而去 我深知她应该没走远 内心焦急 却又放不下脸面去找她 于是我只好提着一个垃圾袋 假装下楼去扔垃圾 最终 在小区的花园里 我找到了她 她显然误会了我的意图 我深吸了一口气 试图解释 柳如烟 我真的只是下楼去扔个垃圾而已 当她瞥见我手中紧握着的垃圾袋时 眼中闪过一丝不愿相信的惊恶 周延辰 你不必现在就否认 我明白的 你拿着垃圾袋出来 不就是想确认我是否已经离开了吗 她试图在言语中寻求一丝慰藉 但她的声音里却透露着不安和期待 我深深地看着她 语气坚定地说 如烟 这一次 我们之间的路 真的已经走到了尽头 每一个字都像是锋利的刀片 无情地割断了我们之间的情感纽带 柳如烟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仿佛所有的血色都在这一刻被抽离 她眼中闪烁着泪光 但我没有再给她任何安慰或解释 我决绝地按下了电梯的按钮 随着电梯门的缓缓关闭 我与她之间的过去也随之被彻底封存 我知道我还有自己的生活要过 我不能为一个已经不值得我在停留的人而驻足 是 之后的日子里 柳如烟如同曾经的影子一般 每天都会准时出现在我公司的大门口 静静地等待我下班 她站在那里 就像是过往时光中的我 总是怀揣着满腔的热情 想要在她下班后为她撑起一片天 那时候 我渴望每天都能接送她上下班 但她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 宁愿选择独自乘坐公交车 也不愿坐在我的车里 现在回想起来 她或许是担心被同事看见 心底里并不想承认我这个男朋友的存在 这一天天空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 我没有带雨伞 当我走出那座熟悉的办公楼时 一个身影映入眼帘是柳如烟 她穿着一件单薄的外套 手中紧紧抱着一把雨伞 站在一楼的大厅里 目光专注地望向门口 似乎在等待某个人的出现 当我走近时 她迅速迎了上来 将手中的雨伞递给了我 严辰 我知道你向来没有雨天带伞的习惯 所以看到这么大的雨 我就赶紧过来了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关切和温柔 周围的同事们从我们身边经过时 都投来了羡慕的目光 窃窃私语着说我真是好福气 有人如此贴心地送来爱心雨伞 然而 我却并未因此感到欣喜 我接过雨伞 淡淡地开口 这把伞 是专程为我送来的吗 还是你先去给了宋陈毅 她拒绝了 你才想起了我 我的话语中带着一丝挑衅和质疑 柳如烟听到这里 脸色微微一僵 似乎没想到我会这样问 她愣了几秒钟后 才缓缓开口 你在说什么 我已经没有再见过她了 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无奈和解释 我无奈地笑了笑 摇了摇头 我只是打个比方而已 如烟 我并不想要别人不要的东西 我的话语中带着一丝坚定和决绝 柳如烟听到这里 尴尬地笑了笑 然后试图解释 我真的不是为了让你回心转意 我只是觉得以前对你不够好 想弥补一下过去的遗憾 我冷冷地打断了她的话 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宋陈毅是你的遗憾 和我分手后 我又变成了你的遗憾 你不觉得这样的循环很可笑吗 我的话语如同锋利的刀刃 直戳她的内心 她被我问得哑口无言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目光坚定地对她说 珍惜现在的每一刻吧 柳如烟 我们真的需要各自前行了 不要再来找我 因为我已经决定了要向前看 你也应该如此 说完 我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 没有回头再看她一眼 不久后 我顺利地与一家知名公司 达成了合作一项 他们给出的薪资待遇十分优厚 于是我决定离开原来的公司 前往新的工作岗位 与此同时 我也完成了新车的购置手续 驾驶着崭新的座驾 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和喜悦 有知情的朋友在群聊中 纷纷向我表示祝贺 他们称赞我升职加薪 还换了更好的车 然而 就在此时 柳如烟给我发来的私信 严晨 你的工作换到哪里了呀 我盯着手机屏幕看了许久 最终选择了沉默 我深吸了一口气 关掉了聊天界面 咿咿咿 自从我踏入这家新公司的大门 生活就仿佛被按下了加速键 每一天都过得异常忙碌 然而 就在这样一个普通的夜晚 我正埋头于堆积如山的文件中 加班至深夜 突然 手机铃声打破了办公室的寂静 我拿起手机一看 是妈妈的来电 我的心猛的一景 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儿子 你快点到医院来 你爸爸他 他晕倒了 妈妈的声音带着明显的颤抖和焦急 听到这个消息 我仿佛被一道闪电击中 双腿瞬间失去了力气 我顾不得多想 匆忙收拾好东西 冲出办公室 直奔医院的方向 我开车在夜色中飞驰 心中充满了担忧和不安 我不知道爸爸的情况到底如何 只能祈祷他能够平安无事 当我终于感到急诊室时 医生刚好完成了抢救 他看到我 脸上露出了一丝宽慰的表情 小伙子 还好你女朋友会用心肺复苏 不然等到医院可能就来不及了 我愣住了 女朋友 我疑惑的环顾四周 突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言辰 你来了是柳如烟 他正搀扶着我妈妈 两人都显得异常疲惫 我走过去 妈妈看到我 泪水再次毒筐而出 他紧紧地抱住我 声音颤抖地说 儿啊 你终于来了 我刚刚都要吓死了 你爸爸他 他差点就没了我安慰着妈妈 让他不要太伤心 好在爸爸没事 还好有如烟在 如果不是他及时 为你爸爸做了心肺复苏 我真不知道后果会如何 我妈妈说到这里 声音突然哽咽 眼眶里充满了泪水 我转向柳如烟 他轻声细语地解释 我知道你工作繁忙 所以每天都会抽空 去看望伯父伯母 今天 伯父突然心梗发作 幸好我刚好在场 我深深地看着他 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 如烟 你真的没必要 每天都去看望他们 但这次 我真的很感谢你 如果不是你 我爸爸可能就 然而 尽管我对柳如烟 充满了感激 但我并不想给他 任何不切实际的希望 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 听起来坚定 如烟 你做的这些 我真的很感激 但我不想让你 因为想要弥补什么 而有所负担 我希望你能明白 感激和感情 是两回事 他听了我的话 淡淡地笑了笑 但笑容里 却透着一丝苦涩 我明白你的意思 严沉 我只是想做些 我能够做的事情 来弥补我们过去的遗憾 你不需要有任何心理负担 我看了看时间 已经夜深了 于是我提议 现在时间不早了 你还是先回去吧 接下来的事情 就交给我爸 但柳如烟 却坚决地摇了摇头 你每天都工作到深夜 现在在让你在医院照顾伯父 我担心你的身体受不了 而且伯母现在情绪 也不太稳定 他也需要有人照顾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语气坚决地拒绝了 柳如烟的好意 如烟 我知道你是好意 但照顾我爸这种事 还是我这个做儿子的 来承担比较好 你一个女孩子 照顾起来多有不便 等到我爸的病情稳定了 我会请个专业的护工来帮忙 或者让我妈来换班照顾 我尽量让自己的话 听起来既坚定又充满感激 没错 如烟 照顾病患的事情 确实不一再麻烦你 我们已经非常感激了 不能再给你添麻烦了 见到我和我母亲都这么说 柳如烟也只好做吧 那我就住在医院附近的酒店 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我原本打算继续推辞 但医生叫我去办理住院手续 于是我就没能顾及到他 十二 当我坐在医院的病床边 凝视着父亲安详的睡颜 心中不禁泛起一丝波澜 我的思绪飘回到一年前 那个我因蓝尾炎 疼痛难忍的夜晚 那时的我 身体像被烈火灼烧 冷汗如雨般从额头滑落 我颤抖着拿出手机 拨通了他的号码 电话那头 一阵刺耳的音浪传入我的耳中 仿佛是夜店里的狂欢声 伴随着嘈杂的音乐和人群的喧嚣 喂 我在聚会呢 你找我什么事 他的声音中透露出明显的不耐烦 我艰难地开口 声音微弱地几乎听不见 我 我生病了 你能不能来陪我一下 陪我去医院 然而 他的话却像冰冷的刀片 割断了我的希望 电话那头传来另一个人的声音 如烟 你干嘛呢 快过来 宋哥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明天就走了 别扫兴啊 他冷笑了一声 语气中带着不屑 周延辰 你怎么这么矫情 不就是个蓝尾炎吗 要不你就自己扛过今晚 我明天带你去 要不你就直接打120吧 别在这磨磨叽叽的 说完 他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 那一刻 我的心如坠冰枯 我咬紧牙关 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经过一夜的紧急手术和漫长等待 我终于从手术室被推了出来 我不敢给家里打电话 因为我知道 那时爸妈郑和柳如烟 准备着即将到来的见面 如果他们知道 我在这个时候生病住院 而柳如烟却还在夜店 和别的男人狂欢 他们一定会对这门婚事产生疑虑 最后 我只好找来了兄弟来照顾我 替我签字办理各种手续 躺在病床上 我望着窗外的月光 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凄凉 我曾想过 如果我真的和柳如烟结婚了 未来当我老了 病了 躺在医院里时 他是否会像现在这样 置我于不顾 好在 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了过去 现在的我 已经不需要再为这个问题 而担忧了 你爸爸的情况有好转吗 柳如烟的消息 突然跳入我的视线 我微微皱眉 看着屏幕上的文字 回复道 谢谢关心 目前还算稳定 接着 他的消息又一条条快速弹出 我已经在医院对面的宾馆住下了 方便随时过去 如果有事 你随时叫我 我轻叹一声 正准备回复 他的消息又接踵而至 不过 这宾馆的条件真的很差 我到处都看到蟑螂 我胆子小 真的有点害怕 而且你知道吗 这里居然连热水都没有 我都快要冻死了 呜呜呜 我真的没住过这么差的宾馆 但好在离你比较近 方便照顾你爸爸 我无奈地看着这些消息 心中感叹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柳如烟的关心 似乎总是停留在表面 他的注意力很快就会转移到自己身上 我回想起我们相处的点点滴滴 柳如烟总是以自我为中心 他的世界里仿佛只有他自己 他前两句看似关心我 但很快就转移话题 开始谈论自己的不满和抱怨 我一直都是他生活中的垃圾桶 无论他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都会找我倾诉 而我则需要想尽各种办法安慰他 逗他开心 否则 他就会选择去夜店放纵自己 以此来刺激我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职场上遭遇了巨大的挫折 心中充满了无助和疲惫 我给他发了一条消息 我好累 他们都在排挤我 我真的不想干了 我满怀期待地等待着他的回复 希望他能给我一些安慰和鼓励 然而 两个小时过去了 我收到了一张照片 是他新作的美甲 周延辰 看看我的手 好看吗 498奥 你赶紧把钱打给我吧 我心中一阵苦涩 默默地给他转了498元 我试图再次提起我的烦恼 于是我说 老婆 我今天真的很累 你能早点回来陪陪我吗 然而 我的请求再次被无视 她的消息继续刷屏 我明天带着这个美甲去公司 肯定能亮瞎他们的眼 真的好美哦 我太开心了 我还要去做个美发 再买件新裙子 嘿嘿 女人就是要让自己漂漂亮亮的 她自顾自地发着她的消息 完全不顾及我的感受 从那以后 我再也没有跟她提起过 我的烦恼和困扰 只是默默地为她提供情绪价值 而现在 她依旧在不停地向我诉苦 告诉我她有多么不容易 我淡淡地回了一句 所以 当初叫你离开你不走 现在不是自讨苦吃吗 十三 发送完消息后 柳如烟的聊天窗口陷入沉默 我盯着屏幕 等待着她的回应 但时间一秒秒地过去 她的头像依旧没有任何动静 我深吸了一口气 思考着是否应该再给她一些时间 但内心深处 我觉得我有义务 也有责任去告诉她 我们之间真正的问题所在 于是 我再次敲打着键盘 发出了一条条详细的消息 如烟 或许在你的世界里 你永远是那个主角 拥有无尽的光环和关注 但在我这里 我也有我的生活和故事 我也是自己世界里的主角 我不想再继续扮演 那个随时可以被替代的备胎角色 更不想成为你人生中的备选方案 我想要的是一个能够彼此真实 彼此依靠的唯一 你知道吗 我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我会疲惫 我会受伤 我也需要得到别人的安慰和支持 而不仅仅是你需要 现在 我爸的身体状况 是我最关心的 你说的那些关于宾馆的抱怨 比如蟑螂 热水问题 在我看来 都不及我父亲的健康来得重要 所以 请你停止那些无休止的抱怨 对于你曾经 在我父亲生病时 给予的帮助 我深表感激 我可以给你金钱上的回馈 但在情感上 我已经无法再给你我所没有的回应 发送完这些消息后 我再次陷入了等待 直到很久之后 手机震动了一下 他的回复终于出现 谢谢你跟我说这些 我明白了 我不会再打扰你了 看到这条消息 我心中五味杂陈 但我知道 这是我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为了让他有更多的时间 整理自己的情绪 我提前支付了房东下半年的房租 希望他能在那里再多住一段时间 而从那以后 柳如烟再也没有在我的生活中出现 就像他从未真正走进过我的内心世界一样 十四 那是一个深秋的雨夜 雨似如枝 我最后一次见到了柳如烟 他站在我家门口 雨水已经将他全身打湿 湿漉漉的头发贴在脸上 显得狼狈不堪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无助和绝望 整个人都在颤抖 他缓缓开口 声音带着哽咽 颜沉 我怀孕了 但是宋陈一他不管我泪水 在他的眼眶里打转 他的双眼已经哭得通红 我不明白 他为何会突然告诉我这些 我转身走进厨房 为他泡了一杯热乎乎的红糖浆水 还拿来了厚厚的毛毯 他接过我手中的杯子 轻轻地抿了一口 然后抬起头看着我 眼中闪过一丝恳求 我 我可以在你这里借助一段时间吗 我终于明白了他的来意 他想要在我这里避难 避开那些 可能会对他指指点点的人 可我只觉得 他这样可笑又悲哀 我淡淡地开口 柳如烟 你想过靠我 靠宋陈一 但你有没有想过 靠你自己生活呢 他似乎被我的话问住了 色缩了一下身体 然后低声说 我想在这座城市留下 但光靠我自己是不可能的 听到这里 我心中不禁一阵冷笑 原来 他始终都没有放弃过 用孩子来拴住宋陈一的念头 他以为 只要有了孩子 就能让那个男人回心转意 就能让他在这座城市里站稳脚跟 或许从前我还会因为被他当成一个工具人而感到难过 但现在 我的内心毫无波澜 你可以考虑去一个生活成本更低的城市 在那里 你能更好地掌握自己的人生 柳如烟却轻轻摇头 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无奈 我的同学们都选择留在了这里 如果我一个人离开 大家会怎么看我呢 我会不会成为他们眼中的异类 我沉默了片刻 这确实是柳如烟的风格 他总是以自我为中心 所以过于在意他人的眼光 我缓缓开口 柳如烟 你需要明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我也一样 这一次 我恐怕无法再帮助你了 柳如烟听到这里 突然瞪大了眼睛 似乎有些难以置信 可是你之前不是还帮了我吗 你给房东又打了房租 而且你现在也没有女朋友 难道不是因为心里还有我 才这样做的吗 我轻轻摇头 嘴角勾起一丝冷笑 柳如烟 你错了 我的帮助并不是因为 我还对你有感情 而是出于 我曾经对你救了我爸的感激 而且 我并不认为 我应该为你和别人的孩子负责柳如烟的脸色一将 他低下头 声音有些颤抖 我只是想找个地方住下 不会花你一分钱的 我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坚决地说 柳如烟 我给你的建议是 你应该认真考虑这个孩子的未来 除此之外 我真的无法再为你提供任何帮助了 说吧 我站起身 打开门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柳如烟站在那里 时时没有动 但最终 还是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我的家 十五 后来 我无意间得知了柳如烟的近况 他终究还是选择将那个孩子带到了这个世界 然而 他的期望与现实却大相径庭 柳如烟曾带着孩子找到宋陈毅的父母 希望能得到他们的认可 然而 宋家的人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孩子并不买账 他们认为柳如烟此举纯粹是为了钱财 毫不留情地将他赶出了门外 面对这样的打击 柳如烟并未放弃 他在宋陈毅父母居住的别墅区附近租了一间简陋的小平房 每日坚持不懈地前往宋家 企图说服他们接受这个无辜的孩子 然而 他的努力似乎并未得到任何回应 因为宋陈毅早已远赴国外 音讯全无 我的朋友们在谈及此事时 不禁调笑起来 宋哥那种人 每年都能让好几个女人的肚子鼓起来 要是他每次都认下来 宋家恐怕早就有了几十个孙子 柳如烟曾经憧憬的豪门美梦 又一次在现实的残酷面前破碎了 如今的我已经踏入了新的人生阶段 不仅找到了新的伴侣 还卖到了旧居 在更为优雅且宽敞的社区里 购置了新家 我的新女友 我们是在一次相亲活动中相识的 巧合的是 我们竟然还是不同部门的同事 这份缘分让我被感珍惜 她温柔体贴 总是能够准确地把握我的情绪和需求 在她的陪伴下 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被爱和被尊重 对于过去与柳如烟的种种纠葛 我已经能够坦然面对 不再沉浸于那些令人心痛的回忆中 她的故事 她的选择 都已成为我人生中的一段过往 现在 我更加珍惜与新女友的每一刻相处时光 期待着我们能够携手 共度每一个春夏秋冬 共同创造属于我们的未来 我衷心希望 这份爱情能够长久且坚固 让我们能够白头偕老 享受无尽的幸福 全文完